人没有不能感化的 不能感化人 是我们自己的德行 功夫不够啊 我们的智慧不够啊 在中国历史上 诸位都知道 姚舜与他 古代的大圣人 圣王 你看他家庭的处境 他的父亲吉姆 他厚陌生的地铁 家庭环境 我们今天看的是 污列到几处啊 他能忍 他最大的一个长处 就是见不到别人的过时 只见到自己的过时 人家能成为大圣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他能够感动他的父母 能够感动他的淋漓相当 最后感动了过往 遥望听到有这么一种事情 刀剑他把王位让给他 把两个女儿嫁给他 他继承王位 在中国二十四校 他摆在第一格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 没有别的 就是自己反显 一切过时归自己 一切的善利归别人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明镜与点点栏目